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买了一些什么呢 这个蛋 半个白煮蛋 然后呢 还有一整个的荷包蛋 医生说要多吃蛋 椰浆饭 手抓饭特有的小鱼干 花生 都有 可能看不到 我一开始吃手抓饭 克服了很大的心理的恐惧 哎呀 我这个考虑了老酒 买好了以后又在那放着 手不改身上去 不过一会儿时间想通了好 我面朝强就开始吃起来 哇 这感觉完全不一样 手抓饭呢 你吃了以后啊 其实会发现有很多的好处 不是指啊 比我们华人用筷子吃饭 有很多的好处 首先 传感器有五个 五个手指 并不是两只筷子 而且这个传感器的功能呢 多样 你看 它可以体会到这个饭 一粒一粒的分明 食材的温度 有比较烫的饭和菜 有温良的荷包蛋和白煮蛋 还有纸 花生的坚硬 饭的柔软 都是可以感受到的 嗯 很好吃 你更清楚的可以感知到食物的各种气味和香味 再有的好处是什么呢 吃手抓饭的时候不太会玩手机 因为不方便 而且呢 吃的比较累 你试一下就知道 手都会有点酸 我并不是一个吃手抓饭太好的选手 但是呢 我大概知道规则啊 不要把整个手指都浸进去 这样的话呢 手指受影响太多 通常呢 用手指的指尖部分啊 就这里去捏和抓饭 然后呢 像一个斗状 把饭给捏起来以后 怎么进入嘴巴呢 不要去吸好 那也不尾压 应该是用大拇指 把饭给推进嘴里 我头低下来一下 演示一下吧 那也不会出声啊 也不会很难看 也不会有饭汁 饭和菜汁粘在嘴上 记得给米饭做个按摩 但有些人会开玩笑啊 他说 诶 这个 你喜欢吃手抓饭是吧 那我带你去吃火锅啊 带你去吃面 这个 咱们就不能用手抓饭的维度去思考其他种族吃的东西 对吧 那你说筷子能吃牛排吗 高叉能吃小龙吗 文化和技术是相连的 所以我们吃一些马来特色和印度特色的时候 我就会尝试一下手抓饭 好 吃饭 熟抓饭的来源呢 当然最早是一些底层人士 他们又在做工 马来人呢 就喜欢席地而坐 熟抓饭只能用右手吃 不能用左手 左手被视为是不洁的 我们跟他干的活有关系 又不展开了 吃饭 我还自己问了一下 姓回教的朋友 他说 吃完以后啊 再去损一损手指 那是可以的 再来说一下风味吧 今天这份饭呢 Nasi Lama 椰浆饭 当然是 椰浆蒸出来的米饭嘛 有一股椰浆的香味 粒粒分明 不是在上海吃到过那种 糯性很高 水分含量很充足的这样的饭 有些地方把椰浆饭啊 中华人开玩笑 说叫 Nasi Lama Nasi Lama Nasi 是米饭 Lama 是椰浆 常见的一些配菜呢 日理比较多的 鱼啊 鸡啊 苏冬啊 苏冬就是 鱿鱼啊 我选的是苏冬 都是有点辣辣的酱 哎 入口以后啊 你尝到的是椰浆的香味 米饭的一粒一粒 主要呢 拌有花生 提供香味和酥脆感 小鱼干呢 提供一些咸味 鲜味 和韧酒 这个香气呢 是最持久的 每一口吃完以后 它有更长的时间停留在口腔中 变成了整个饭的基调 所以虽然有菜 有腐蚀啊 所以称之为叫椰浆饭 毫不为果啊 名副其实 你左手喝一杯自己冲的咖啡 做HR节目吧 搞着搞着讲马来西亚 搞着搞着变直播 这是万物到后来都便吃过呀 很多人想吃的没有话说了 总是说很香 我觉得这也对啊 这是原始脑的本能反应 也是你最强烈的一种吃饭的感受 吃饭不就足够香吗 再吃个饱 好 不然我差不掉一点维生素 葡萄糖就好 好 那不得了 好 那不得了 好 那就好 是的 好的 坐下 好 那就好 那就好 好 那就好 那就好